温跑吧 陈鹤发一张照片 引发了不合血案 邓超竟机智化解了 奔跑吧路透 贝利布拉格街头卖艺 化身天使被围观 精心讽刺范冰冰当评委 称今年嘎那很尴尬 刘涛太重 小包总抱不动 脸都憋红了 是种魔鬼事 年年奔跑的奔跑吧 今年的火药味可异常浓烈啊 之前的四季兄弟团 虽然也有人缘的变动 但发姆类整体氛围还是蛮好的 到了第五季 那就不一样了 美洲兄弟团变着花样上热搜 这热搜上的比大姨妈还准时 这不 前几天陈鹤的一条微博 又顺利的把成员们送上了热搜 陈翅翅抛出的奔跑吧 在杰克街头录制的照片 风景很美 大家也是活力十足啊 新回归的baby 看起来也是美美的 可是 就是这张简单的照片 引发了一场口水战 哇 胖底娜 热发不见了 以后不会看了 一见形势不妙 陈鹤赶紧在微博下面评论 还有的同学没到哈 奈何粉丝依旧不买账 是指只好在第二天五点多 发出了一张有热巴妹质的合照 风波才就此平息 相较之下 邓超就机智多了 同样的一张照片 邓超把王祖兰 郑凯克巴都挂进去了 虽然画面滑稽 但别有一番乐趣 重点是 照顾到了所有人的心情 看来这么多记奔跑吧的队长 不是白当的 我们是家庭 家庭 家庭 奔跑吧 这次的海外录制 展现了兄弟团在异国的影响力 路透少中 安加拉贝比在布拉格街头头戴鲜花 身穿点缀白鲜鹤的红毛衣 背着翅膀化身天使 甜美的造型与布拉格这座梦幻城市 十分契合 少女感十足啊 安加拉贝比这次真的变成了安九 这样的她 粉丝们还喜欢吗 除了小天使装扮 周围还有泡泡满天飞舞 贝比是大风地朝镜头摆出各种pose 女神升级当辣妈后 依旧拥有360度无死角的美颜啊 另外一组照片中 贝比身穿蓝色小礼服 皮肤白皙 身材纤细 和兄弟团的成员们一起有说有笑 并肩前行 也是相当的扬言啊 活泼开朗和帅真热情的性格 再加上女汉子的人设 安加拉贝比在前四季的节目中 收获了大批粉丝 贝比当妈之后 状态一直保持在线 在新一季的节目当中 贝比又会为大家带来 哪些精彩的呈现呢 我非常想跟大家一起 再去经历 这一些满满的回忆 满满的新的挑战 宝扎君已经迫不及待了 杰克有天使一样的贝比 嘎纳有仙女一样的冰冰 这次范冰冰以评委身份亮相嘎纳 范老板一秒变身范评委 比心 有喜欢的自然也有不看好的 精心就发帖一条评论 今年的嘎纳很尴尬 此波一发 大家都很尴尬 网友路人战队战的 也是异常迅速 直接就吵上了 又力挺范冰冰的 也有不怕事大 跟着起哄的 不能再热闹咯 这也不是精心第一次抢范冰冰了 早在精心秀刚开播时 她就毫不客气地吐槽 范冰冰空有美颜 毫无演技 赵燕全靠P 金姐在这里呢 也好意提醒一下范冰冰小姐 冰冰啊 你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了吧 咱是不是到时候花心思 好好塑造一个有质感的人物 打造一部属于你自己的电影代表作 别整天哪 牛阵哪 马阵哪 要不等你老了 别人说起范冰冰的时候 想到的只是广告和金锁 之后 金星又在微博里 称范冰冰为谋坦性 引发了一场网络口水大战 后来 金星又在节目里放言 范冰冰如果直接广告的话 就永远只是个小金锁 要不光只做广告的话 我觉得挺可惜的 要不大家老觉得只是个小金锁 我觉得挺 这是很中肯的一句话 你撕人家范冰冰撕的是什么 网言时间啊 我撕范冰冰就是 因为他演技太好了 人家最近在欧洲得奖了 你不是那个奖不公平吗 我觉得 全世界最有名的奖项 最有幸福的奖项是百花奖 不拿百花奖都不算数的 这个 你俩不是已经握手言和了吗 早有找上了呢 难道 那只是逢场作戏 还是说 这整个就是个炒作呢 娱乐圈水太深了 爆炸冰有点 看不太明白啊 看过了美女评委 这里还有欢乐颂吴美等着你 欢乐颂第二集开播 小包总和安迪这一对CP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两人在戏中的亲密动作 让网友期待他们的感情 快速升温吧 喂 就抱了一会儿 小包总这脸红脖子粗的 一下子引发了大家对刘涛体重的讨论 不少网友拿出证据 力证刘涛长胖了 比如海边仙气飘飘的长裙 泳池边路肩的小花裙 无不透展圆润的feel 带我找回家的 当然也有替刘涛说话的这衣服 这拍摄角度谁穿谁尴尬好吗 小涛姐那么会健身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胖呢 一定是小包总力气太弱了 你说说你为啥抱我涛姐累成这样 饭都吃哪去了 哎呀其实啊 小包总是脸红的极致 对 他们很喜欢我的这种 这种变色体 是因为脸皮比较薄吗 你属于 我 还经受不住他们这样的火力 我是过敏性的体质 所以说稍微有点刺激 就会红的不行 嗯 就变色聋一样 好吧 这下搞清楚真相了 咱就继续追剧吧